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酸辣爽口的泡椒牛蛙 我们这边的牛蛙呢是13块钱一斤 这三只一共是35块钱的 先去除它的爪子 再剁成小块 剁好的牛蛙冲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一直洗到水清 洗好了之后 沥干备用 下面我们把生姜切成粒 葱切成小圈 大蒜也切成小粒 泡辣椒切成小段 因为要切泡菜 所以说我换了这一把不锈钢的刀 如果用我的一把铁刀的话 切泡菜的话很容易上锈 配菜我们准备一颗莴笋 给它切成滚刀块 小香芹切成小结 最后起锅的时候放 增加它的香味 牛蛙在腌制之前 一定要把水分给充分的控干 加入盐 白胡椒粉 生抽 用干净的手 抓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少许淀粉 给它上一层薄薄的姜就可以了 先下入牛蛙 把牛蛙划下油 划好的牛蛙 先盛出备用 另起锅 先下入花椒爆香 然后各种香料都下锅炒一下 再来上一勺豆瓣酱炒香 接着牛蛙回过 调生大火 先把牛蛙爆炒一下 再沿着锅边拧上生抽 加入半瓶啤酒来煮驴蛙 锅蒜也下锅 调味 加上盐 白胡椒粉 橙醋 老抽上个色 推均 转中火炖上五分钟 出锅之前淋上一点花椒油 再来上一点自锦店的香纳红油 最后呢 芹菜烫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牛蛙的肉质很嫩 也很好入味 搭配这种酸酸辣辣的口感 爽口有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